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 焦點短打 我是今天的主持呂昌冷 持續超過一年半的俄烏戰爭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忽然爆發新一輪的血腥衝突 無一不和美國為了自身的意識形態 以及維繫它的霸權永續有關 美國藉口泛化的國家安全概念 不斷在世界各地大搞陣營對抗 長期煽風點火 令國際和平受到重大的威脅 美國為了延續地區衝突 不惜大花美國納稅人的血汗錢 提供給友好國家打代理人戰爭 令世界不得安寧 結束對以色列訪問 中東滑船任務無功而患的美國總統拜登 日前在白宮橢圓營辦公室發表全國電視講話 強調美國向以色列和烏克蘭 這兩個處於戰爭狀態下的國家 繼續提供軍事援助的重要性 他說會向美國國會提交緊急財政撥款法案 要求大力支援以色列和烏克蘭 拜登聲言 哈馬斯和俄羅斯總統普京 威脅到美國的安全 不能給他們獲勝 拜登為了加強他提出要求緊急撥款的正當性 直接向美國人民強調美國維繫霸權的重要性 拜登說美國的領導地位是要令全球團結一齊 美國民友可以確保美國的安全 美國的價值觀令到我們成為其他國家值得合作的夥伴 如果對烏克蘭置之不顧將會置我們於危險之地 如果背棄以色列也是不值得做的事 所以將會向國會提交緊急財政要求 美國安全需要撥款支援我們的關鍵夥伴 包括以色列和烏克蘭 拜登強調對以色列和烏克蘭無動於衷或視而不見 代價將會更加高昂 美國無極限地泛化國家安全概念 根本上就和二戰後期的冷戰思維沒有分別 拜登在講話之中又指出 民主和共和兩黨的分歧不應該影響美國作為大國應進的責任 他向國會提出有關撥款申請 涉及款項大約是一千億美元 即是大約七千八百億港元 除了用來支援以色列和烏克蘭 也會用於協助台灣加強防禦能力 同時在美國南部接讓墨西哥的邊境地區加強阻折非法移民 拜登將軍事援助台灣問題 和支援以色列和烏克蘭相提並論 是嚴重干預中國內政 試圖掀起新一輪兩岸風波 勢必受到中方堅決反對 以及採取相應措施反制 拜登處理以色列和烏克蘭的問題已放寸大亂 現在還要在台海兩岸問題上躺以躺運水 是唯恐天下不亂至極點 拜登將今次申請撥款捆綁一起向國會提出 是了解到國會議員 特別是共和黨議員大多不如意對烏克蘭再增加軍援 華盛頓當局今年8月向國會提出最新一次的額外撥款請求 當中包括在今年年底之前向烏克蘭提供241億美元 即是約1879億港元的援助 但國會並沒有批准白宮的撥款請求 而美國國會眾議院現在正忙於選出新的議長 國會陷於停擺 拜登的撥款申請未知何時才能通過 美國有線新聞網CNN指出 美國民意很難對美國對外援助形成一致的看法 在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突襲之後 幾乎所有受訪者都同情以色列 但在美國應該向以色列提供多少援助的問題上 受訪者就沒有明顯的共識 CNN最近一次民調顯示 35%的受訪者認為 美國向以色列提供的援助已經相當足夠了 因為美國現時每年平均向以色列提供40億美元 即是約312億港元的援助 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美國民眾對持續援助烏克蘭的支持就大大下降 55%的受訪者認為 國會不應該批准向烏克蘭提供更多的援助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為拜登的撥款申請護航 他接受英國媒體訪問時就說 美國有能力同時向兩場戰爭提供援助 他說美國人肯定承擔得起 與以色列站在一起 並支持以色列的軍事需求 我們能夠亦必須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鬥爭 美國以國債得利的資金 卻用來支援其他國家打仗 就可以維繫霸權嗎 在近日國際新聞之中 中國召開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相當觸目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窗議 至今十周年成果封石 世界各個參與的國家都受惠 中國同一帶一路完善國家貨物貿易額 從10年前的1.04兆美元 擴大到2.07兆美元 年均成長8% 本屆高峰論壇期間舉行的企業家大會 達成了972億美元的專案合作協議 同樣是資金的運用 中國提出的方案用於建設出眾合作繁榮 令到世界各國都得益 美國動撤提出8億千億對外軍援打仗 就令到新靈淘炭 這個中間的分別全球應該都看清楚 今日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以及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和大家焦點短打 我們明晚見拜拜